大家好 土豆别总是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不用油炸 外酥里嫩 香甜软糯大人孩子都特别的喜欢 关键做法非常的简单 一起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大一点的黄心土豆刮去外皮 去皮后清洗干净对半切开 然后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后装入盘中 然后放入蒸锅里面 盖上盖子小火蒸15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小节的胡萝卜 先切成薄片 切片后再将它切成丝 最后再切成小丁 尽量切得稍微的碎一点 准备几个清洗干净的香菇 对半切开 再切成丝 最后也给它切成小丁 切好后和胡萝卜放在一起 准备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小葱可以多切一点 吃起来更香 下面准备一小块清洗干净的猪瘦肉 先将它切成薄片 切片后再把猪肉剁成肉末 也不用剁得太细 带一点颗粒感最好 剁好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些清洗干净的清豆 15分钟后 土豆也蒸好了 用筷子能轻松地戳烂就可以了 先把土豆取出来 然后把土豆装入一个大碗中 再用小叉子把土豆压成泥 尽量压得稍微的细腻一点 口感更好 最后压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中烧水 水开加入一勺食盐 然后先把清豆倒入锅中焯水 我们先把清豆给它煮熟 大概煮三分钟左右 三分钟后再倒入胡萝卜和香菇丁 大概给它煮30秒钟就可以了 煮好后接着用漏勺捞出来 控干水分备用 下面另起锅烧热 加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后下入剁好的肉末 开小火慢慢地翻炒 把肉末炒散炒香 肉末炒熟后 把清豆香菇和胡萝卜倒进来翻炒 把它们炒香 炒干水分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您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 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您发财的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大概给它翻炒一分钟左右 然后把它盛出来 放入土豆泥中 哇 这个时候闻起来 就已经非常的香了 再把切好的葱花 也一起放进来 接着再往里面 加入一勺食盐 少许胡椒粉 加入适量的芝麻香油增香 然后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配菜和土豆泥 融合在一起 这样做出来的土豆饼 才特别的香 最后搅拌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先往里面加入两勺土豆淀粉 没有土豆淀粉 用玉米淀粉也可以 淀粉一定要少量多次的添加 这样才能更好的掌握它的干湿度 用筷子顺一个方向搅拌 让土豆泥和淀粉融合在一起 搅拌到没有干淀粉的状态 再加入两勺淀粉 再次搅拌均匀 淀粉的用量要根据土豆泥的多少来决定 感觉有点稀可以再加一点淀粉 一直搅拌成面絮状后 再戴上手套下手揉一揉 把这个淀粉全部都揉进土豆泥里面 这里稍微多揉一会 这样土豆饼吃起来就会比较筋道 而且口感也会非常的不错 一直把土豆泥揉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手上磨一点食用油 防止土豆泥粘手 然后抓起来一团土豆泥 先把它捏紧实一点 再用双手把土豆泥揉圆一点 揉圆之后再按压成一个圆饼状 最后看一下像这样就可以了 依次全部做好 摆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平底锅 用小刷子刷上一层食用油 然后把做好的土豆饼依次的放入锅中 中间要留一点缝隙防止粘连 饼的上面再刷一点食用油锁住水分 然后开小火慢慢地煎 切记火一定不能开得太大 要不然很容易煎糊了 大概煎两分钟左右 我们再给它翻一个面 煎这种小饼很容易糊 所以我们要勤翻面一点 这样可以使小饼受热更加的均匀 全程大概需要6到8分钟左右 最后把小饼煎至八面金黄就可以了 好了 出锅装盘 一道简单又美味的土豆饼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土豆饼外酥里嫩 香甜软糯 里面搭配了肉末和各种青菜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特别的喜欢 关键做法简单又好吃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做给你家孩子尝尝吧